画面中好几辆军车往墓园的方向前进 车上总共载着30个棺木 这是因为意大利北部贝尔加默的墓园 已经没有空间可以再容纳死者 棺木只能运到其他地方下葬 意大利在21号当天的24小时内 就有超过6000人确诊武汉肺炎 和单日的死亡人数都双双创下新高 罗马一间超市客人在购物之前 必须先量体温 没有发烧才能够进门 在外面排队的人群 也可以看到彼此之间 都保持了一定的距离 习日人生鼎沸的观光景点 罗马竞技场现在空无一人 街道上只看得到车子 还有负责零检车辆的警察 而21日的死亡人数有6成都集中在 疫情最早爆发的伦巴底大区 再次显示出当地的医疗体系 早就已经无力应付日益严峻的疫情 好